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为您呈现的LeapRate版本行业要闻播报 去年 前九个月外汇行业 众多公司成交量低迷 并出现亏损 受影响的包括银行同业外汇业务 机构外汇经纪商 还有零售外汇商 然而 以色列外汇市场则在此段时间里异军突起 根据路透社报道 其2014年的日平均交易量曾达到过64亿美元 这受到当地交易者调期交易的大力推动 海外交易者的交易量从2013年的40%的比例下跌至2014年的31% 这些数据明确地显示出 以色列境内的交易商去年活跃性非常高 加盛集团给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放价值750万美元的股票 作为零售外汇经纪商forex.com和机构经纪商GTX的母公司 该集团给其CEO格伦斯蒂文斯、CMO、萨玛莎以及其他一些董事发放超过80股加胜股票 当前估值约750万美元 受奖励的还包括约瑟夫·申克、克里斯托弗·霍恩及彼得霍克 继英国野村证券的积极研究报告发布之后 零售外汇和差价合约经纪商PLUS500公司 上周五股票上涨至去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 目前该公司的市值达到7.11亿英镑 大约11亿美元 未来数周之后PLUS500才有可能公布其第四季度和2014年全年的业绩报告 但投资者目前似乎在慢慢地推高其股价 PLUS500本身推广活跃性很高 最近其刚成为西班牙著名足球俱乐部马德里竞技的球衣赞助商 同时批认了保罗·博伊尔为其首席审计官 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 塞浦路斯航空必须偿还65亿欧元政府援助 该航空公司已经收到政府的强制令 即刻起将被关闭 并开始清算资产 塞浦路斯财政部长哈里斯日前表示 该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 不能继续开展业务 此次塞浦公司被关闭对于那些岛内自满的人 无疑是一次敲击 自2013年该岛银行危机之后 塞浦路斯经济复苏相当地成功 外汇行业表现尤其不俗 逐渐吸引到新的经济商 但此次航空公司倒闭再次提醒人们 塞浦路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实现完全恢复 其在世界经济框架内的竞争力 更多相关的信息 尽请点击Liprate网页了解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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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